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怎么有娃娃的声音 这神家的小孩 怎么放到这儿了 不哭不哭不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五郎 五郎 你这还没吃饭呢 妈就给你做饭吃 别做了妈 我不想吃 五郎 你这去哪了呀 哎妈 就别管了 我不想在家吃 你这样 你给我拿点钱 我 去镇上玩去 五郎 这妈上哪儿就给你弄钱啊 妈也没钱 妈 你就给我吧 快点快点 就给我拿一百块钱就行了 五郎 你这想吃饭 妈在家里边给你做就行了 出去吃什么呀 你不给是吧 不给这次我走了 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五郎 哎你快点啊妈 我知道你有钱啊 行吗 那我去镇上上网去了啊 五郎 这一百块钱也太不惊慌了 不行 我得回去想办法 给我妈她叫一点 妈 妈 五郎回来了 妈 你看我这准备在家闲着 也不是个事啊 我想去城里面打工去 打工 五郎 这出去工作是好事 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 这老是在家里边待着 这出去闯闯 对你还是有帮助的 那好啊妈 那你就先给我拿点钱呗 我当路费 然后今天我就走 去城里面打工去 钱啊 那行 妈就给你想办吧 五郎 你在这先等着妈啊 好 那你快点啊妈 一包烟就快抽完了 我妈怎么还没回来呢 就磨磨叽叽的 妈 五郎 这五百块钱 是我给你二叔家借的 就五百块钱啊妈 这五百块钱 够干什么用的 就这五百块钱啊 你二叔还不愿意借给我呢 这有的借都行了 那好吧妈 那我就 先走了啊 五郎 你这衣服不舒适了 都是些破烂 要他干什么呀 我去城里面啊 自己买 这钱也太不惊慌了 哎 也不知道我妈还有没有 妈 妈 妈 五郎 你这不是出去打工了吗 怎么这一会回来了 哎妈 那城里面的活啊 太累了 不适合我干 你那天跟我说的好好的 好好出去工作 我还挺高兴的 不是五郎 你这一直这样 你这以后怎么娶媳妇啊 哎 妈 你说 就咱们家这个条件 我凭什么娶媳妇啊 你说 我为什么能生在这个家庭里面 这么穷 五郎 其实 你不是我亲生的 是吗妈 那真是太好了 那你赶紧告诉我 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啊 我好去找他呀 我也不知道你亲生父母是谁 我捡你的时候 里面就塞了个纸条 这条上面有地址吗 我没看 妈 纸条在哪呢 就在枕头下面啊 妈 是不是这个 是的 妈 你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妈 我要去找我的亲生父母去 那妈 那我走了啊 我以后 肯定会回来看你的 走了妈 五郎 这就是我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哎 哎大妹子 你怎么了 是赵大哥 你最近 过得怎么样 也挺好的 哎大妹子 这几天 这几天 怎么没见五郎啊 赵大哥 实不相瞒 其实五郎 是我捡来的 前两天 他得知他的亲生父母 他就走了 去找他的爸妈去了 哎 竟然有这种事 这五郎 也太不像话了 真天 辛辛苦苦 把他养大了 他怎么能这样做 哎 这去找他的亲生父母啊 也好 哎 这我一个人 也给不了他幸福 家里边挑战又不好 这五郎跟着我 就是受罪 哎 这五郎啊 太不懂得嘎恨了 真是太没良心了 大妹子 哎 你也不用伤心 以后有什么事啊 你就给我说 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走 大妹子 我扶你进入休息 走了 大妹子 过两天 我再来看你啊 大妹子 行行行行 你感觉怎么样 赵大哥 啊 你来了 母郎 反面回来啊 赵大哥 我快不行 啊 啊 啊 大妹子 我看你 变成这个样了 咱们上医院吧 赵大哥 我现在 我现在 最小的就是 在看我五郎一眼 大妹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五郎找回来的 五郎 大妹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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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 大妹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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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你 大妹子 大妹子啊 监平 除了 五郎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这里 是以前我的家 你家 嗯 走 我带你去见我妈 行 诶 五郎 赵叔叔 回来了 呃 我妈现在怎么样了 你妈 你还真过很大心的 走了这么长时间 你妈 已经去世了 你赶快 回家去看看 什么 妈 妈 妈 怎么会这样 这我好不容易 在城里面挣点钱 准备接你去享福 妈 这你怎么能 说走就走呢妈 你养了我二十年 妈 是儿子不孝啊妈 武郎 这怎么回事 小九 都怪我 其实 我不是我妈亲生的 因为我嫌家里面穷 就把我妈 一个人扔在家 去找我的亲生父母去了 武郎 我真是看错你了 本来我以为 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没想到 你竟然这样对阿姨 子 你以为 自己在这吗 妈 是 我也以为